我們要保護小朋友的頭部跟頸部 所以要用什麼的虎口 去撥住他的脖子頸部這邊 婦產科醫師示範如何幫寶寶洗澡 但現實生活似乎沒這麼容易 尤其新手爸媽 經常要面對孩子的突發狀況 光一個餵奶就會打亂全家作息 喝奶就喝一小時 可能拍個又拍一小時 可能再炒一小時 然後再過 你可能躺不到半小時 就要起來又要餵一次 該睡覺趕快睡覺 趕快補眠 你不要想說 孩子睡了我再忙一下東西 再去睡覺 沒有 等你忙完他又醒 就是在這個調整的過程裡面 很辛苦 可是也很有趣 好像在打通關一樣 初衛人父的藝人黃紫嬌 為了老婆和小孩怕熱 甘願穿著發熱衣 把冷氣溫度調低 只說只要小孩好照顧 就是父親節最好的禮物 國民健康署聽到新手爸爸們 照顧小孩的心聲 邀請學者專家花了十個月時間 設計爸爸手冊 從備孕出身照顧到補助申請 以應俱全提供正確育兒技巧 他整個運產跟育兒的相關資源 都南瓜在這邊手冊裡面 那麼最主要是他可以圖文並茂的方式 用最簡單的一些語言的係數 用很多圖表讓大家能夠很清楚的 來瞭解這樣的一個所冊 孫兒育女不再只是媽媽的責任 國健署從爸爸的角色出發 用文字搭配圖像解說 讓新手爸爸在太太懷孕過程中 能夠成為神隊友 減輕彼此照顧負擔 感受迎接新生命的喜悅 記者初世民台北報導